艺术家张志忠用山海经的传统画风结合西方的素描手法 画出二顺服漫画描述不同的职业 他的作品非常细腻 你如果靠近仔细看会发现 看似传统的画风 其实藏着现代的机器人还有高大的建筑物 非常有趣 一只巨大的熊带着惊慌的表情不停奔跑 这是艺术家张志忠的作品《行戒》 他用山海经的传统画风结合西方的素描手法 描述他的同性恋朋友面对社会价值观的冲突 因为我们在某些价值观上面的差异 然后再加上他跟我曾经因为这个关系而产生冲突 那这个冲突对我来说其实是一个 至少在我生活中是一个人与人关系上一个很大的挫折 艺术家张志忠用纲笔画出22幅漫画描述不同的职业 记录他观察到的社会事件 靠近仔细看 你会发现在传统的画风里面 藏着现代的机器人以及高大的建筑物 在作品《守时》中 他就用了很多不同的武器共同守护一棵树 去描写联合国的维安部队 我们那时候就选择用一个比较古老感觉的东西 那其实就有点像是说我们看古代的东西 是对我们来说它好像那个真实感会比较结智一点 就是就算是古代的假货 我们看它还是有个历史的故事在里头 那我们就比较容易走进到它里面去 张志忠的作品就像是预言故事一样 用幽默挥斜的笔触记录我们这个世代